民進黨碰到韓國瑜 通通變得不正常 這是不正常的立委的質詢 照理說陳廷飛應該這樣說 韓國瑜去跟新加坡 兩個超市通路來簽約 我們台南也有很多的農產品 所以我要求農委會 也要幫我們擴展通路 然後我們台南不只兩個超市 我要四個超市 五個超市 然後多少通路 我一年我要賣的 這個到新加坡賣到東南亞 比韓國瑜還要多 比高雄還要多 陳廷飛應該是這樣質詢 陳廷飛如果做到的話 我跟你講四年後 你就可以挑戰黃偉哲了 你可能把黃偉哲都給幹掉 他應該要求黃偉哲 現在就做這件事 市長對選 他就要求陳吉祥 陳吉祥說通路都已經存在 應該幫台南也賣出去才對 就是你在一個正常的 就是國會的質詢 應該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我看到高雄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我不管他好或不好 但是我要比他更好 我要幫我的高雄市的選民 對不起 台南市選民 跟台南市的農民 爭取到更好的權益跟成績 這樣才對 所以現在民進黨一整個 是不正常的狀態 這個不正常是從蔡英文 蘇貞昌到陸委會 前置陳明通不是也是神經病一樣 一天到晚盯著韓國瑜 現在是農委會 所以已經可以理出一條 民進黨現在對韓國瑜的路數 那個路數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籃球比賽裡面 有採取什麼 很多比賽人盯人 不但是一個人盯住你韓國瑜 我還要派兩組人來盯著你 這不就是這樣子嗎 現在就是說韓國瑜也充其量 也不過是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在他的府內有人 我特別要提出來 有人在盯韓國瑜 這個裡面包含之前他到馬來西亞 也就是他到東南亞的行程 提前的曝光 或者這個公出的 這個公文的一個外流 顯然在府內 是有人在盯韓國瑜的行程 我覺得這個是要提醒高雄市政府 要提醒韓國瑜 我覺得必須要注意這樣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今天 因為我們知道 韓國瑜當高雄市長之後 他一再強調所謂的愛與包容 所以他到了高雄市之後 他並沒有把過去陳菊政府 或者是民進黨政府那班底 全部通通掃除乾淨 他沒有 這裡面其實說實在 有一些藍營的人 其實對這個事情是有一些批評的 就是說你今天怎麼通通接收 所有原來的這些政府班底 好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是跟著目標一致 也就是韓國瑜所說的 我的貨要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好的 可是顯然裡面是有人 有人特別在盯韓國瑜 而且這個心態是有問題的 所以韓國瑜回來我認為高雄市政府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 在外面有沒有人在盯韓國瑜 一定有人在盯韓國瑜 一定有人在盯韓國瑜 你看包含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 也都在盯著他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包含很多 還不只陳婷菲 其實好多的立委的質詢 事實上都是在質疑 韓國瑜為什麼了不起 都是過去我們都做得非常好 什麼等等之類的 更不要說還有一些所謂的外圍組織 包含林卓水 對不對 這個新潮流的大佬林卓水 也在批評韓國瑜說 有什麼了不起 原來中央政府賣農產品賣得更好 你韓國瑜這麼一點點有什麼好講的 代表你很努力嗎等等之類的 所以包含外圍團體也在盯著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必須要提醒民進黨政府的 過去民進黨跟韓國瑜的交手 韓國瑜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跟皮球是一樣的 你拍得越兇 你拍得越用力 他彈得越高 過去北農不就是如此嗎 現在就是從鋪天蓋地的 在盯韓國瑜 在打韓國瑜 是來自於我跟他講從總統府 從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部門 還有民進黨所有的外圍組織 那個外圍組織包含他們的大佬們 包含他們外圍的民意機構 我告訴你最後因為很多民意調查 根本就是來服選用的 會來服選用的 我幾乎可以預期 未來還會有很多 因為其實民進黨的這種 外圍民進機構是非常非常多 他會有出現非常非常多的 光怪陸離非常奇怪的民調 就是來卡韓國瑜 我覺得這件事情只說明一件事 只說明一件事 你民進黨現在最怕的就是韓國瑜 看出來民進黨很急了 因為在10個月以後就要投票 是大選的投票 韓國瑜的聲勢又這麼高 現在新聞打開 各台看過去 不管是捧他的 罵他 全部都韓國瑜的畫面 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非常的急 所以只要找到議題 不管怎麼樣就先打再說 這個打的是 感覺上他覺得一面打他 一面酸他 反正見不得他好 扯後腿的 什麼都有 剛剛都提過了 但是我要請大家注意去看一下 你注意 韓國瑜 他是在高雄市當市長 今天如果要講說 直接監督他的叫做高雄市議會 那應該高雄市議會出來 還有高雄市的立委 通通都不見 對 還有高雄市的立委 他們為什麼不出來罵 陳廷飛是台南的 然後如果說照理講 跟你最直接剛交手完畢 那個叫陳其邁 陳其邁應該出來大聲罵 你當初承諾了 為什麼現在跳票 交農你為什麼不交代 你出來罵 為什麼不出來罵 我覺得他們跟韓國瑜交手過 我都知道 韓國瑜不是那麼好惹 再過來 放馬過來 放馬過來 那是一定的 再過來就韓國瑜他在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有所本 就是說你要真的用事實上 去跟他挑戰的時候 你不見得會討得到便宜 你不見得會討得到便宜 所以透過這種稍微你看 周邊的方式去搔癢 然後去打他 然後直接 幾乎都是見解的方式 騷擾戰術 對 去某種程度上 有點抹黑他的形象 或者扭曲他的形象 覺得沒那麼厲害 這些東西其實也不完全他做的 但是你就覺得那一種感覺 就是你好像也不敢正面打他 然後繞過一個地方去打他 那如果今天韓國瑜有做錯 不管是交農或其他的政策 或他這次出版有哪些問題 有什麼大包拿出來放在檯面上 大家共同 對 大家共同來檢視他 對不對 不要只有你們這個 非高雄地區的民意代表 來講這件事情 對 高雄民意代表都聲音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地的 應該都知道 韓國瑜不好交手 搞不好最後反彈球會傷到自己 流彈會打到自己都有可能 韓國瑜他所謂還在蜜月期 或者他很多的這個政策推動 他還在進行 開起步當中的時候 這些人不敢亂打 不敢亂打 怕反彈 而且怕流彈打到自己 再來 如果你今天要真的批評韓國瑜說 他在出去賣東西打通路 或者男男合作這件事情 做得不好的話 那我必須講 蔡英文你先下台 為什麼 南向政策你搞多久 新南向你喊的 今天新南向喊到現在 我請問你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哪一個縣市長 跑到那邊開了多少通路 把蘇貞拿出來 賣了多少貨 新南向從2016年推到今年2019年 花了多少錢 經費多少錢 攤出來超過100億以上 超過100億以上 你拿了多少訂單 你的通路拿多少 香蕉為什麼賣不出去 有賣到新加坡有3億 人家沒有花 我花了100億 結果只銷售了3億 人家花個機票錢 去簽了幾億的訂單回來 為什麼我新南向要花了幾十億 幾百億 絕對100億以上 南向 新南向的經費 而且在8800例裡面還有 所以他不敢罵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些迂回的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在酸韓國瑜 說你怎麼做得好 你怎麼一上台就出去 就簽了這些單子 我實在是覺得心裡很歐 然後隔半月以後 要總統大選要投票 怎麼辦 我們這些立委 尤其是不是只有總統大選 還有要選的立委 所以某種程度上想要 見到一些見縫 然後插個針 然後讓韓國瑜形象受損 然後某種程度上 稍微抹黑他 扭曲他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自己的一個危機 可是打得不好就會成為 剛才這個沈大利所講的 你有針對那些芝麻蒜皮的事 以在那邊酸的時候 民眾會看不下去 適得其反 而且我剛剛一再的強調 該出來監督他的 該出來批判他的 叫高雄市議會 不是立法院 立法院甚至你應該站在 為高雄市民的角度 來替高雄市政府講話說 他要出去打通路為什麼 你沒有補助他 他要出去幫忙 攬這個機會 招商的機會 你應該要補助他 你們外交部應該幫忙他 為什麼還在扯後腿 還在說那些馬來西亞高層 是在台灣沒有見韓國瑜 這擺明的就是 不想看到韓國瑜 做出什麼好東西出來 perché 他沒有做早期 北至迷路 貝野 貝野 貝野